博朗峰环线 Tour du Mont Blanc 简称TMB 是一条公认的世界级经典徒步线路 这是我们2018年TMB之行的最后两天 从瑞士回到法国的霞姆尼 全长170公里的TMB环线 其中大约50公里 我们是坐的公共汽车 意大利库马耶附近的一段 差不多20公里 被我们全部坐过去了 7月31号TMB第六天 我们的计划是从Lafoli到Truant 30多公里的路虽然有一半是平路 但真走起来还是相当辛苦的 所以再一次我们选择了巴士 先从Lafoli坐到Shan Pax湖 从Shan Pax再走到TMB步道前往Truant 这样就省了大约4个小时15公里的步行 从Shan Pax到Truant有两条线路 我们依然选择了主线 从路标上看主线用的时间 少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前面一段平路 除了我们之外 没有看到其他同步的人 如果不是有路标指示 我们都以为走错路了 一直到了真正的山路 行人才慢慢多了起来 晚上在餐厅吃饭和其他人聊起来 才知道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浮现 更加原始 有雪山 有冰川 难度大 更加有挑战意义 要下去了 好像有盘多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福克拉斯下山的时候 看见路边的介绍 我们又顺便参观了一个 当年二战时防御公司的就职 因为第二天8月1号是瑞士的国庆节 我们正好赶上了晚上一场烟花燕火庆祝活动 为我们今天的行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8月1号是我们TNB执行的最后一天 从Trent到了Sushi也是很长的一段 30多公里按官方数字需要17个小时 不过我们并没有打算全部走过去 过了瑞士和法国的边境 2191米的Balm崖口 就能看到整个霞莫尼全貌 这里有缆车可以下山到La Tour 然后就是公共汽车四通八达 我们从Trent一路爬升大约六公里 三个小时后 就到了Balm崖口 我们原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去博朗湖 所以还是想尽量节约些时间 乘坐缆车下到了山底 从La Tour沿着小路 再次回到了TNB主线 志浩经历了整个七天行程中 最为陡峭最为惊险的一段路 很多地方必须经过90度垂直铁地攀爬而上 加上下午的天空乌云翻滚雷声隆隆 期间一度让我们有了骑虎南下的感觉 祝福了 参与电池 特别在那边 往 上走 我想找回慈羽 快到了 你好 我是Steve 我不想去 好 我覺得這個夏比上籃 很容易 我覺得這個夏比上籃 我覺得這個夏比上籃 好 不過還好 最終雨夜並沒有下起來 只是時間有些緊張了 如果去博朗湖 可能需要多花一個小時 但這樣有可能趕不上 最後一班六點下山的籃車 加上天氣不好 博朗風的能見度差 我們放棄了博朗湖 直接前往位於 La Flaugerie的籃車站 如願趕上了最後一班籃車 一身輕鬆地回到了 預定的同一家Airbnb主廚 完成了一個絕對閉合的TMB環線 雖然因為時間緊張 有些遺憾 很多地方沒有走到 沒有看到 不過也為我們的下一次 留下了很多期待 8月2號我們是晚上的航班 從日內瓦前往阿姆斯特丹 所以基本上有一整天的時間 在附近走走看看 早上離開小鎮 Lassouche到Shamouny 將行李存放在中心車站 終於以輕鬆遊客的身份 周圍遊覽了一圈 往後更加拿去 很多人会选择乘坐缆车去南真丰 但因为我们已经在苦马耶坐过了skyway 这个也就可以免了 坐上前往日内瓦的长途汽车 我们结束了这次为期八天的TMB之旅 希望不久的将来可以再见博朗峰